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的最大悲剧 莫过于人老了却无依无靠 如今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有很深的家族观念 子女长大成人后 多半都远去他乡打拼 而父母则被遗留在家中 成为了空巢老人 年轻的父母总是要求女儿 以后不要远嫁 要求儿子不要定居太远 因为他们深知 一旦分隔太远 他们将无法保证亲情的延续 也无法保证是否老有所养 没有人不想安度余生 但现实中总以悲剧居多 那些寂静的门后面 是一个个孤老悲伤的背影 他们无助 无奈以及绝望 他们不为人知 呐喊无声 他们是一群年迈的老人 是存在已久的新的弱势群体 曾获加拿大国际电影节 最佳剧本奖的韩国电影 九神小姐 就向大众展示了各种老年人的状态 电影层层拨开 安稳的生活表面之下 是惨不忍睹的孤苦无依 他们苟延残喘 灵丁憔悴 悲剧不断 却很少有人发现 因为年迈体弱 所以他们失去了太多亲人 朋友 也因此得到了太多 腿脚不变 被人嫌弃 一无是处 绝望之下 他们只能选择死亡 甚至他们连死亡的资格都没有 中国是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据推测 到2030年 中国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 数量将达到2亿多 老年人口的增加 注定会加重年轻人的负担 为了生活 他们不得不将精力 更多地放到工作上 于是 亲情之间难免寡畏 常回家看看 也变成了奢望 对此 老年人也表示理解 所以 他们更多时候都选择 不提自己对子女的思念 于是 孤独成了他们的常态 我们常会看到一种现状 年轻人回家看望老人 成了足以让周边人羡慕和称赞的事 而老人 也是喜笑颜开 为之骄傲 因为若孤单成了一种现状 成了一种习惯 那么外来的一切都将是惊喜 而对于老人来说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期盼惊喜的到来 因为事实上什么都没有 也并不幸福 所以有人陪伴 有人牵挂 就成了让他们最大的满足 电影《九神小姐》中的主人公素英 是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 没有亲人 还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一生未婚的她 到了老年的时候更是无依无靠 年老的她已经没有任何工作能力 为了能活下去 她成了一名不入流的战阶女 再加上年轻时候辗转琉璃 可以说悲惨占据了她的整个过去 则是她当下即将来的状态 这样的她 就连突然出现的陌生小孩名号 都能带给她足够的宽慰 让她找到生活的意义 这不是简单的幸福 这是讽刺 人到老年无依无靠的时候 只能靠无限降低期待 来获取精神上的富有 这是整个环境的悲哀 如今社会的变化 让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人都着急成家立业 而现在截然一身 成了当今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人们在感情上逐渐冷淡 年轻人从喜欢独居到决定不婚 没有爱人 没有子女 对老年的生活只打算存够一笔钱 以此了结余生 至于精神好像都不重要 毕竟年轻的时候已经够附和了 老了只想坐在摇椅上慢慢摇 因为对结婚生子没有期待 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所以想杜绝一切发生 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合情又合理 但却经不起考验 电影中素英的朋友钟秀 人到老年 虽温饱不差 却患上了老年痴呆 毫无意外 没有亲人的他 渐渐被世界抛弃 留下的他恍惚 没有灵魂 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认知 没有时间 没有记忆 只有浑浊的眼睛里 残留的最后一丝色彩 他每天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门口 孤苦伶仃 而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到他死亡 没人能预测将来 就像钟秀 也不会料到自己会患上老年痴呆 变成一个只能动 却没有任何思想的废人 而这个时候 他的身边却没有一个能依靠的人 谁能保证老了一定无病无灾 谁又能保证老了一定有人陪在身边 都不能 老年注定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冒险 二 有一种死法 叫做孤独死 人们都在害怕老去 不单是容颜的衰老 更多的是当不再有行动能力了 就将会面临被抛弃的恐惧 以及孤苦伶仃 没人作伴的痛苦 很多人都幻想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和朋友们去旅行 跳舞 走不动的时候 就一起进养老院 但现实都是很残酷的 电影中因中风而躺在病床上的宋大爷 儿女抛弃 无人照顾 生不如死 在素英去看她的时候 她终于有了能诉苦的对象 她讲述自己的无奈与痛苦 最后请求素英 帮助她自杀 这样的现象有很多 甚至更残酷 亲人冷漠 朋友离去 玩井潦倒 行动能力弱 没有生活保障的他们 终究被押在社会最底层 无法动态 当没有希望的时候 死亡就会是最后的选择 有一种死叫做孤独死 它存在于任何地方 日本曾有一部纪录片 叫老年公寓清洁队 它向大众介绍了日本的一种特殊职业 孤独死清洁员 他们只负责清理孤独而死去的人 自杀不属于孤独死 无人看见 没人预料的才算 据日媒数据显示 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超出4万起孤独死事件 而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有从业15年的人员表示 人情淡泊的地区 是孤独死的高热区 而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也很普遍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 年轻人外出 老年人空巢 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 他们年迈难自理 就算逝世了 也只能望着天花板 谁也不知道 人老了身边 却没有真心的亲人 望着空荡荡的房间 寂静的大门口 耳朵里传来洗衣机的声音 冰箱里只剩下 昨天的剩饭剩菜 想必当生出自杀想法的时候 才能真正理解 人这一辈子 有多么的孤独 到这儿 你是否已经想到了 你老了以后的样子 三 那些孤独老人的真实感受 苏英的朋友在于 妻子早逝 这让她痛苦万分 尽管有儿女 却因为工作 常年不在身边 这让她与孤寡老人无异 面对这样的状况 她总有轻生的念头 最终 她还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药 结束了生命 婚姻似乎并没有带给她 多少保障 因为伴侣的离开 儿女的远离 让她重新回到了孤单 而她也一直陷入痛苦 终究没能出来 苏英说 死去的人最洒脱 活着的人最痛苦 她总共参与了 三个朋友的自杀 而自己却选择 在监狱度过余生 是对生活仍然怀有希望吗 并不是 她是在忏悔 在祈祷 忏悔自己的双手杀了人 祈祷死去的人 来世能幸福 这是她的善良 来自一个对生活 已经绝望的人的最后温热 也有她的卑微 到最后的期待 却只有希望 能在春天坐牢 因为春天是美好的象征 是幸福的象征 是重生的象征 她将所有遗憾 都幻想在春天能完成 而事实上 到最后 等待她的 只有冬天 电影终究是电影 现实生活中 绝大多数人 都难以保持这种平常心 看待孤独中的绝望 可怕的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挣扎 无奈 广州有一个人 为了能更好地知道老家爷爷的生活状态 于是在家中客厅按了监控 本以为能用其他方式照顾老人家 但却看到了让她震惊的一幕 原来 爷爷每天的生活如此枯燥与孤单 从凌晨开始 多次起床上厕所 早晨吃完简单的早餐 出门闲逛 直到中午回家 没事就拿出酒 一个人喝了起来 然后吃完早餐剩下的饭 就回房休息 直到吃晚饭 睡觉 接着第二天开始循环 有人评论说 老爷爷有这么多事做 很充实啊 可是如果当你回家 只有你一个人 吃饭是一个人 喝酒是一个人 睡觉起来也只有一个人 然后每一天 都是相同情况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有事干 就是充实吗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 认为给了老人钱 就是尽孝了 却都忘了老人 翘首以盼时 眼中充满了期待与卑微 在海明威的著名小说 老人于海里 有这样一句 形容老渔夫的话 上了年纪的人 特别怕孤单 可打鱼的 总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被生活压弯几倍的老渔夫 在面对孤独的时候 他既是承认的 又是惧怕的 在他的生活中 除了打鱼 他什么也没能做 也就是不断地坚持打鱼 才能让他短暂拥有激情 才能让他短暂地忘记孤独 而日复一日的循环 看似转移了注意力 实则是在麻痹自己 因为他明白 自己是孤独的 却又没办法逃离孤独 所以都说 孤独越来越年轻化 但真正的孤独 却从来没在老年人中消失过 苏英在面对记录人员的采访时也表示 他的过去充满了贫穷与自甘堕落 而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 所以一切都显得很空虚与麻木 这何尝不是上个世纪很多老年人的心路立场 因为从来没获得过 当人入晚年 依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才是贯彻身心的孤单吧 现实中总以渺小的人居多 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 决定不了生死 其实 苏英就是那些孤独的老年人心中的渴望 因为无奈所以总是渴望解脱 纵然老去有万般苦楚无法预料 但微微缩缩也无法解决问题 因为老去的孤独已经是必然存在的 坦然接受才是最好的选择 生活也不是一无是处 人生也不总是处处是坑 拉姆达斯曾说 只有接受痛苦 你才接受自己的灵魂 才能遇到磨难的时候 有一颗强大的心 最后 人生短短几载 对于子女来说 珍惜眼前的老人 老人其实和小孩子一样 需要照顾 需要关心 同时 为自己磨安稳 因为到了老年 真正重要的 只有陪伴 人在年轻的时候 总想着多生几个孩子 多死多福 这样才老有所养 老了才能儿孙满堂 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 到了晚年 发生一些意外变故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 年轻时的美好愿望 不过都是幻想 真正能够陪伴我们 走到最后的 只有我们自己 也许很扎心 但却是一个事实 一 人到晚眠 孤独 是常态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最不缺的 就是人群 在假期 可以约上几位好友 推杯换盏 好不快活 在公司 身边都是同事 虽然每人 买手工作 却也感受得到 集体感 在家中 有父母 有孩子 有另一半 生活充满 焰火气 平淡而美好 但到了晚年 这些曾经的美好 也就 不复存在了 人到晚年 父母 会接连离开 我们再也没有了 可以孝敬的人 身边的朋友同学 也会渐渐失联 能聚的会 一次比一次少 孩子们 都有了 自己的家庭 能配搬我们的 便只有 便是 和老伴 这个时候的我们 开始直面孤独 也终于明白 无论父母 孩子 朋友 还是伴侣 都只是我们人生中的 一个过客而已 或长或短地陪伴 我们一段人生 就会与我们告别 二 人到晚年 能陪你到最后的 只有自己 人到晚年 谁 是陪你中老的人 是你的老伴 是还是你的儿女 真相 也许连自己 都不敢相信 他们谁都不是 能够陪伴自己到老的人 只有自己 是的 只有自己 很多人 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反驳到说 人到晚年 有老伴 有孩子 怎么会 只有自己呢 这种情况 只是比较理想的 一种状态 张恨水 在长篇小说 《金粉石家》中 借助金太太的嘴 道出 人到晚年的 生活真相 金太太 是金家的 当家主母 出身高贵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个百富美 婚姻幸福 享受了 大半辈子的 中华富贵 增养了 儿女七个 还算孝顺 年轻时 又陪着丈夫 金栓出国 看过世面 可以说 旧社会的女人 能够做到 金太太这样的 可谓不多 按道理 金太太 是幸福的 毕竟 她该得到的 都得到了 本应该 没有遗憾 然而 天有不测之风云 金栓突然 中风去世了 金家 就向大厦将寝 一下子衰败下来 金太太 成了寡妇 支撑其 整个金家 掌管几十号人物 显然太累 太力不从心了 金栓去世 金太太 本不想分家 强忍着伤痛 尽最大的能力 去支撑其整个家 可是 事与韵违 应验的那句歌词 生词 未必就是福 娶了媳妇 就分屋 金栓在世时 尚且有大量 经济来源 可以供各房儿子 媳妇 女儿 花销 如今 金纪支柱倒了 金太太 没有经济来源 想靠着丈夫 留下的那点 基产 维系整个家族 显然不能够 三儿媳 王玉芬 最先私下礼 计划分家产的事 接着 大儿媳 吴佩芳 也商量着对策 冷清秋 和金燕西 这对夫妻 最为难 没有经济来源 显然 想依靠金太太 可是 金太太 已经觉得 非常劳累 不想再为了儿女 操心操礼 就像 那补了一春的老燕子 要休息了 索性 金太太宣布分家 分家产 各放儿子媳妇 搬出去 女儿们 出国的出国 金太太 一方面 经受丧偶的打击 另一方面 经受最宠爱的儿子 燕西的离婚变故 作为母亲的她 真的累了 金太太 躲到西山别墅里养老 谁也不见 每天吃斋念佛 本以为这样 逃避现实 就可以让心静下来 可是做不到 儿女们 每来一次 她的心 就乱一次 甚至说胡话 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很快 就要去世了 金太太 才54岁 一时间 沧海桑田 经历太多 仿佛一下 就老了 一下 就顿悟了人生 她说 我看的是佛经 原来这个东西 根本就说人生是空的 什么事 也不值得计较 自然 也就无所谓烦恼了 年纪轻的人怕老 年纪老的人怕死 怕死 没有什么法子 从积极方面去做 就是迷信 神仙之说 去修 长生不老 从消极方面去做 就是把人生 看空来 以为 活着 也不过那一回事 死了 也没有关系 修 长生不老 这个方法 我当然还不至于 把生死 看空过来 这 并没有什么难 我现在 即使这样子去想 人不到 经历一些大事的时候 比如配偶去世 不会突然 对人生 看空 无论男人 女人 到了晚年 最害怕的 莫过于 老伴去世 那种孤独感 年轻人不懂 连个 可以说话的人 都没有 荣华富贵又怎样 身份高贵又怎样 到了岛年时 儿女们 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 明争暗斗 作为当家主母 免不得受气 一个豪门当家主母 尚且日子不好过 更何况 普通 穷苦人家的老人呢 我们总以为 养儿养女 是为了 让他们 陪一半我们老去 其实 到了老的那一天 才突然醒悟 真正 能够陪自己 中老的人 只有自己 大儿子 风菊 尚且 还有些孝心 内心 想分家 但表面上 还是要做出 劝和的样子 金太太怼她 团结起来做什么 好让我 多受嫌弃吗 有你老子在日 她有那些钱 可以养住 那些吃饭 不做事的人 我可没有那些钱 迟早是一散 散早些 我少受气 不好吗 不过 我养了这一大班子 到晚年 还落个孤人 人生 无论都是空的 真无味啊 金太太的这段话 可以说是很多 老年丧偶者的 真实写照 一个大家庭里 为着各自的利益 争斗不休 作为父母 帮这个不是 帮那个也不是 最终只能自己 受家板契 午夜梦回 不知不觉 自己忽视的诊经 不管男人女人 年轻时 一定要多存点钱 自己给自己养老 只要指望儿女养老 就免不了 受儿女的气 看儿女的夜脸色 或许儿女媳妇 是无心发脾气 但作为老人 却容易敏感多虑 以为他们 对自己有意见 有条件 还是自己担住 谁的脸色 也不看 自己陪伴自己 到老的人生 虽然孤独了一些 却可以少受点嫌弃 少操点心 人祸一场 不到晚年 不知道自己 竟然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请对自己好一点 三 人到晚年 要懂得给自己找点事 人到晚年 最怕的就是一个人 守着空荡荡的家 无所事事 因为没有什么事做 就会感觉生活 没有什么意义 整天精神不济 心情也提不上去 反而容易越过越累 有老伴的老人 可以每天早晚 邀上老伴 一起出门散散步 一起去买买菜 煮煮饭 看看电视 互相聊聊天 没有老伴的老人 就要发展一些 自己的爱好 给自己创造一个 精神支柱 首先可以去学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书法 象棋 画画 太极 不但能够打发时间 还能认识一些 同样爱好的人 其次 就算一个人过 也要给日子 增加一些仪式感 可以每周 给自己制定一些 小的仪式感 比如说 偶尔买一束花 放在家中 增添一些春色 一日三餐 都要吃些好吃的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 最后 做个民事里的老人 老一代和年轻一代 在思想上 多少会有些冲突 我们要学会 接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做到求同存异 不要凡事 指手画脚 斤斤计较 否则 很容易闹得家庭不和 倒不如有些边界感 互不干涉 和谐相处 百年孤独一书中 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 不是别的 而是与估计 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在还拥有的时候 就坦坦荡荡地 享受幸福和充实 别让自己错过 真和美好 在无法拥有的时候 就勇敢面对 一切岁月 其实 人到晚年 拼的就是心态 只要你能拥有一个 向上的心态 坦然面对一切 保持良好的身心 学会与自己独处 就能够找到 幸福度过余生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产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